現在我們要來先用這個Debug Video Capture這個軟體 那麼在各位的這個軟體裡面呢 你解開之後你可以用安裝的 你可以用安裝的像我在這邊我把它解開來 你可以直接用安裝的也可以用免安裝的 免安裝的我應該兩個版本都給各位 有沒有一個是解開就是一個資料夾 另外一個是直接那個什麼 就是一個安裝檔 你可以選擇 那你只要會按下一步下一步就會成功 如果你用安裝的因為他們公司 這家公司第八這家公司 事實上還有很多軟體 所以你用安裝的話呢 他在第一次的時候 他會問你要不要裝其他軟體 等一下我再切同學的畫面給大家看看 因為我這台已經裝完了 就不會有那個畫面 來你看一下 你們進來之後 錄影軟體應該會像這樣 有沒有兩個 我們這兩個版本都一樣 下面這個 這個跟這個 都是安裝的 有沒有 上面這兩個都是免安裝的 直接打開就可以用了 假設你不想安裝的 就是直接點開 再進到哪裏 進到這個debug 裡面就會有一個這個 這樣的圖示 直接執行就好了 有看到嗎 那不好意思 因為現在最新的版本 1.88 昨天才看到 所以給各位的是1.82 但是1.88還是beta版 所以沒差了 沒有什麼差別 反正錄起來都一樣 可以嗎 好 有一個同學 我看到了 有一個同學的這個畫面 我看到 我先把它切換給各位一下 好的 剛剛各位有看到的 其他同學 就是那個 安裝的畫面 那個試用版就勾掉就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你看 我剛剛講的商業版 美金39.95 是不是到1000出 對不對 這個軟體 這家公司在澳洲的 澳洲的 那也還不錯 好 那我們第一次的時候 要稍微留意一下 這裡有一個 因為我們現在用SP的 所以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第一次開始錄影的時候 他會去下載一個 H.264的編碼 也就是說 我們影片為什麼那麼小 就是編碼技術的關係 所以他用的是那個 Full HD H.264的 那第一次呢 他會去下載那個解碼器 所以你可能會 待會按一下錄影的時候 他會做一個下載的動作 但是那個不會很久 一下就下載完了 所以應該還OK 所以如果萬一你是不能上網的 或者是你的電腦沒有權限的 可能這個地方 你就不能用它預設內建的方式 你可能就要用MPEG-4 或其他的 或其他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待會兒各位在第一次錄影的時候 他會問你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不要用所謂的GAM模式 GAM模式 因為有的人怎樣 要錄那個破關畫面 但是要破關的時候 不能怎樣 吵他 因為我們這個錄影的時候 他結束 或者是有什麼訊息 他會跳出來 這樣會打擾到他 所以他會問你 你要不要用GAM模式 請你按No 第一次 這只有第一次而已 所以稍微留意一下 好 第二個你要注意的就是 一般來講 我通常會用快速鍵 那當然如果你不用快速鍵 也可以 就看圖說故事 只是通常會做的快速鍵 如果你用的是免安裝板 可能你這裡面的快速鍵 不會秀出來 因為好像有試過 就是免安裝板 那個快速鍵 他不會抓到 即使我已經設好 丟進去還是不會抓到 好 那你可以進去設一下 一般來說 錄影軟體 比較常見的快速鍵 都是F9、F10 那我通常會自己再加兩個 我現在是這樣子 就是把 錄影 我是用F9 Ctrl加F9 然後暫停 因為有時候還是會暫停 對不對 暫停他預設沒有加進來 暫停 我會用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停 所以我擺在一起 因為我在按鈴 比較方便 當然如果你怕有時候按錯 有時候我也會守護 因為擺在一起 所以不小心按錯也有可能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射分開一點 看你是要單一個按鍵 還是那個組合鍵 都可以 不過我們一般比較建議 各位用組合鍵 因為單一按鍵 如果你是設26個英文字母裡面 不小心打字就按到了 所以通常你要單一個就是按上面的Function 上面Function會比較方便 這個是待會各位稍微留意一下的 好 那這一段我先到這邊 因為接下來我要講解那個內容的話 我必須要用另外一套軟體來錄 錄這套軟體的過程 給各位看